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零下十多度刚讲完文 晚上的时候拍了一场雨戏 在雨中当时去 因为受欺负了嘛 我的被子被别人晾到外面 然后我去瞪那个被子 当时消防车一共准备了八香水 然后那场戏从晚上八点拍到了凌晨一点 但是拍到后期就变成什么样了 就是那个被子上那个洒水车洒完水 拍完一遍立马就结一层冰 我第一线是跑健身器 讲我一下看 我这这条拍的怎么样 看完以后我觉得 我说这点不行 当然要不咱们再来一遍吧 这时候赶紧吹衣服 吹完衣服再来 但是每一遍拍完呢 最后拍到最后我真的不行了 躺在那个冰水里 因为有一个仰天躺在冰水里的时候 然后景色从上面下来 然后冰水里一躺 当时喘不过气 就因为很凉那个水 当时都已经零下多少度了 那水很凉 那个时候是挺难熬挺煎熬的 但是后来我拍完以后 我一看后期的素材 心里特别暖 我就感觉 哇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呈现出一个好的作品 一个好的那个画面 付出多少努力 我感觉都是值得的 北京电影节的展映活动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一定会去的 我平时喜欢看一些文艺剧 还有写实的一些电影 就是一些关于小角色的 这方面的片子 很写实的 不是那种挺滑的 妆很浓的那种 是那种可能演员上镜都不用化妆 那种 小心烫 那种戏 还有或者是爱过情话的这些电影 我是很写的 你两个注意安全 因为这种片子也可以调动自己的那种慷慨激昂的很激动的那种心情 而且也能展现出演员嘛 在那种男儿气质的那种感觉的 也很喜欢那种角色 像这种节目 第一到那是可以提升自己 因为可以跟一些前辈啊 甚至演员一起去切粗一些 排一些东西 可以去给自己有一定的演技方面的提升 还能去有经验的前辈去指导我一下 我觉得人都是在批评中成长的 如果一直夸你 你可能就不知道自己的缺点 所以我觉得批评这一点 是可以使人进步的 我还是想踏踏实实的去做好每一部戏 创造好每一个角色 这是我入行表演 甚至入行影视的一个初心 我觉得疫情可能对电影行业的发展 有一定的影响 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现在影视行业 也正在规范化 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我觉得未来是可期的 我觉得在未来通过导演啊 制作人啊 还有各个部门演员 还有各个部门的努力下 我觉得会呈现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